前好多年之前,大家如果加入的話,他們都是回家三倍、四倍的那樣 然後就變成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然後就變成一個minimum race 那minimum race到後來,那些盲住位,Defend很多了之後 我們現在又看見玩家們,又變大了 那我們看見從小盲位、大盲位,他們返家的數量也更加高了 所以每次來傳奇做解說,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充電 因為基本上來傳奇的所有都是全世界最強的那些人 那也是潮流應該最更新的一些玩家 而且其實你平常很難靜下心來看每天12小時的轉播連續看一個禮拜 可是我們必須看完 這真的是,因為一般這樣你看,你有可能開一來個小時就睡著了 但是如果就是做解說,那一定是要陪觀眾朋友們一起看 這把牌我們的Michael Souza中了一個stray 對方是top set Jack 10是top set 這個Michael Souza他牌是打得非常好 但是他重牌的概率也非常非常高 他去年本身就有run good,他去年就已經打得非常好 看來今年還是 因為我有昨天看了一段時間 就覺得就是好像他加住然後看個flop 每個flop都跟他有關係 或者是昨天也是defender 3被怕 然後中了一個flop就是什麼 雙頭順抽花,然後蹭就是NAS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有時候你會覺得德州普克很好打 真的,有一陣子你會狂撞的時候覺得,哇 對,就真的很好打 那有時候你會碰到就是你打一個主賽第一天 對 不停地碰到就是這種非常困難的決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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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邊我們看見Baycock win在小盲位 加住到4萬 那這裡Ivan Liu是在大盲位拿到全3不同化的牌 好,全3選擇蓋掉 那說真的就是我有看見很多 像Ivan Liu一樣的商人 你會覺得他們真的是Value 但是說真的,他們是非常聰明的人 他們在德州打,不管是比賽或者現金裡面 經驗也非常多,也打了好多年 有可能上10年了吧 所以我覺得就是像你說的 他們都是聰明的人 他們也是會adjust 他們會調整 基本上有錢人都蠻聰明 真的非常聰明 對 然後就是他們剛開始 對,你會覺得他們是很魚的一個玩家 但是他們會利用你對他們的看法跟現象 來翻打你 所以有時候他們也是就是 挺難搞的吧 我就說就是這個Ivan每次跟他做一桌都會覺得有很大的壓力 是啊 就你沒辦法,你不太能偷他 實際上你在打牌 大部分時候就是沒這麼多牌 那你不能偷他,你就少了一個武器 這就是德州撲克錦標賽 很重要的就是偷忙住 因為這個忙住不停地再往上升 你要生存下來的話 那你就需要小馬當馬的時候給他們壓力 好,你看 他現在應該是超多的 所以你會選擇 可以做一桌 OK 我看看 你能吃到這裡 他有錢真的沒放在我 我可以放到你 那是有條例子 那是通常的 我只是在做的 但是我只是在做的 但是我只是在做的 在你 那是很可怕 我的手 我会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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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架快 在这边我们看见枪口味 Jason Cruz拿到了一对七 那大家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看的是长牌 所以在这个枪口味 这一对七是不错的牌 那这边我们到Seth Davies 他是在大盲位拿到 Gonjo 杂花的牌 做了一个call Flop是A96 那在这边Seth Davies 他还是 他有一对九 中了个中队 然后Ku呢在这边 现在是两张高牌在flop上 比他的一对七大 那他选择继续下注三万几分牌 Seth Davies跟住三万 Seth Davies跟住三万 有了更加的 两对增加了他的牌力 其实他的像这种七七 你选择下注在A69的结构上面 其实大部分还是为了一些保护 因为对手假设没有S的话 他有一些Blaway 两张十点以上的牌 或者是KX之类 他是期望打掉一些 呃 有价值的牌 可是还没有成牌的牌 那如果在那边被抵抗之后 其实 对手 就很明显是有牌 所以他是通过下注的过程 去了解 呃 对手的范围 那其实 我相信他每个下注 都是有原因的 而不是说 啊 我就是要CBlaway 100% 我就是要这样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 他应该有 还是期望对手盖掉一些 对手范围有的牌这样子 对 那当然就是在大盲位 你可以 呃 跟住 范围非常非常宽 对 所以在这个面上 就是Jason Kun 呃 做一个CBlaway 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游戏 不熟悉 我们这里是播放的德州扑克 那这个德州扑克在国外流行了很久 现在有一个World Series of Poker 参赛每年都差不多有7000位玩家 然后买入费是1万美金 对 去年的冠军奖金是880万美金 我看那个去年冠军这次也有来参赛我们的传奇 哦 去年的WSOV冠军 是吗 那CYNN 怎么念啊 CYNN 他的英文名 SIM吧 SIM 对 他有来参加 我有看到他 所以 OK 对 对 那其实值得一提 像今年的大 他就是长得有点像华人的那个 对 然后有胡子嘛 然后头发留长了点 这样 哦 我有看见 但是我没有认出 之前头发比较短 对 而且戴帽子对不对 他打主赛时候 主赛 对 然后我看见一个像华人 但是长头发的 对 所以我就没有认出来 对就是他 我还特地去check一下名字 跟他的那个去年 没错 生涯这个奖金880万美金 好像他没有赢这个比赛之前 奖金几乎是没有的 呃就 就一点点 就很少 就是一般的 所以你看 那种 大的那种比赛就是给人家一个 很大的一个梦想 一个 改变人生 PSPC 呃 赢冠军的玩家 之前好像只有1万的奖金 正在讲1万 打完之后变511万 是 然后还被Pokerstar 现在协约为TeamPro 那像今年的WSOB是50周年 嗯哼 很有可能就是会在打破 纪录的一个人次嘛 去年其实已经算是历史第二高了 那今年是50周年 那也有外面 谣传说是Rio举办的最后一届 我希望是Rio举办的最后一届 对 对对 他的 是 吃也不方便 对 那赛场也很久 对 那当然就是好的一点是 停车场 车位很多 对对 好我们现在回到场上 呃 这把牌是 而 IvanRio在Cutoff加注 然后 Jayson Quinn在忙度抵触 那Flapper是Check-Check 然后Jayson Quinn现在在TEN 由Gasha主動領打了10萬積分牌 那這邊我看見Ivan Liu 暫時還是領先 他是A-High的牌領先 那這邊面對Jason Kuhn 做了4萬積分牌的下組 Ivan Liu 選擇由A-High Race到10萬 那這給對方又出了難題 就算過了再加回去嗎 因為他這邊7不太可能用跟住 他要嘛就蓋牌 加回去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你這邊你跟住去 你也沒有should down value 他這邊我覺得就蓋牌或者是加回去 或者就是棄牌了 對 那這是對Ivan來說不錯的結果 但是當然我們看見Ivan他還是有領先這副牌 那我就覺得就是這整個場上 很少的有一個玩家在這個轉牌上 他會選擇去加住對方 那我看見Ivan Liu現在的積分牌 是有53個大毛 85萬 不知道隔壁的Michael Soliza抽碼打到多少 剛才贏的那個大帕 去昨天他就已經有將近130萬 那現在應該更多 那我們這邊Action 切到紅桌 那這裡我們有看見有Sam Greenwood在桌上 這邊是DeVores也在桌上 DeVores應該也是第一次來參加傳奇 好像黑山他有去過吧 喔黑山 可能亞洲的 亞洲 對 這邊好像是第一次 那這邊傳奇撲克比賽他真的是排得滿滿的 每天玩家們都有打牌 這同時每天就是我們播放第二輪比賽的時候 另外一個比賽的第一輪會有開始 所以一般我們這裡冠軍之後會直接切到新比賽第一輪的賽場直播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陪著觀眾聊個12個小時 12個小時 那這邊我們看見小盲大盲 DeVores和Greenwood看個flop 這邊是10-17 那這裡呢 Greenwood他中了3條10 我覺得Greenwood會check嗎 因為這個結構在一個limp的狀況之下 他領先應該算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他也會考慮對方有可能會有一些買花買順的組合 那他想打一些就是value 小小的吧 對小小的我覺得會不錯 那他這邊下的非常小 下了一個BB 下了一萬六 一個大盲 對 後手太深還是要 可能還是需要把籌碼蓋起來 就是後面才有辦法可以丟入更多的籌碼 所以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你要去注意對手的籌碼量 應該是說你要注意你們兩個人的籌碼量 然後看一下有效籌碼是多少 那如果你真的有大牌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要怎樣把你的籌碼能盡量的放進去 所以你就要有策略規劃 而不是說現在就要打多少 或固定要打多少 你可能要想到 三條街你要怎樣分配你的籌碼量 那在這個轉牌上 我們可以看見 Divorce他現在是中了一對八 那現在他是兩對十十八八圈的踢腳 那這邊有點不幸 那因為是Greenwood他已經圓圓領先 三條十 那Divorce在翻牌的時候 做了一個call 也是因為Sam Greenwood他下了一個大忙的bet 如果下兩個我覺得他應該圈八九十七了 那現在圈八中八是一定會繼續跟下去了 因為在一對一的狀況下 中到一個對子真的算是蠻大 因為Divorce他會考慮Sam Greenwood 有可能任何兩張牌 在這個flop的上面會下一個大忙的bet 而且昨天有跟觀眾聊到 你要在flop擊中三條的幾率是低於百分之一的 所以正常來說不太會去散 對手有小概率的成牌 所以這邊中一個八配應該會覺得自己領先 那這邊合牌出來一個go 現在是桌面上有任何九就可以成順 那這邊Divorce他選擇過牌給Green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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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想再做一個value bet 七萬五之類的 三分之一 下了七萬五 幾分牌 他Ten跟River的都是三分之一的value bet 他是有想要轉bluff的感覺 他拿的好像是call的籌碼 然後呢 拿個計 現在是 這個卡是考慮時間 對 那我們已經給大家解釋過 每手牌 不管是在什麼action的時候 他們是有30秒可以考慮時間的 那如果你要多30秒的話 就要放一張時間的卡 果然轉成bluff啊 那我們看見的就是這些世界頂級的玩家 他們可以做出這些move是 排擠非常高的 他們會考慮到 就是他這樣在這裡辦一個有9 他的那些組合 而且他自己有block了一個Q 或是有9Q嗎 這個組合 Q9黑桃什麼 那當然我們看見Greenwood在這邊 是很難call他這個all in的 然後剛剛聊天室說 主要還是運氣 技術 佔得不多 我看這把牌 這把牌 他的運氣雖然不是很好 可是他打得這樣 他的他的技術 如果讓他拿下這個底次的話 是很厲害 哇 他這個 這個 他這個不是 他這個三條其實就非常的 堅困 就是他這個三條跟沒有三條其實沒有什麼差 因為隊友所代表的牌都是比他的三條大 現在Greenwood他把帽子都摘下來了 他現在要好好的考慮 他考慮的會是翻牌前發生什麼事情 翻牌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轉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合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 每次下注量是多少 然後呢 對方是以為他手上是拿著什麼牌 對啊 其實就是我們要 去拆對手底牌 或是我要去抓對手 我們要一層一層的反推 他前面中間做什麼事 而且他其實他這個 蠻像的嘛 缺口 缺口 缺了手 那這邊我們看見 Sam Greenwood在裡面 又放了一個時間卡 可是的確他所能代表的牌 真的不是很多 Q9黑桃嗎 而且如果只有一張9會O-1嗎 呃 或者是他有10的葫蘆 可是對手又拿了一張10 A9 哇 A9 太強了 Divoke這把他太帥了 他代表的牌不多 對 但是 但是問題是 你面對玩家這樣的all in 對 可以摳得下來也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你看像 其實像剛剛的這個River 這個三分之一這個價值下注 如果對手是一般玩家 或是我覺得他是老闆 或是我可能會做這樣子 可是如果像遇到這種很強的 嗯 我可能River 我這個 你就check 對啊 因為對手有順 那瑞手如果有三點 對手又不是不會打牌的 那 就是你對一個頂尖玩家 在任何情況下 都知道他會有move 對 所以 我就是 對於一些很強玩家的那個 我會放比較少一點 對 有時候以前我一個叫我打牌的人 是說遇到我搶的在River 在後 後衛 不要手劍亂打 就會遭遇到很多的難題 這把真的太帥了 那這裡我們看見 藍桌 到了合牌 在這裡我們有看見 Koon 他拿了頂隊 也是合牌 買到了頂隊 那這邊 Davis 他是flop 中了底隊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Sangriwu也算是世界牌的上號的玩家 所以你看他也是會遇到一些難題 他也會蓋錯牌 所以就是 真的看他們這樣 這樣很有意思 對啊 撲克真的太好玩了 Jason Quinn的這個River value 被算打得蠻大的 那 我們沒有看到前面的Action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Davis有點想要來抓這個Queen 可是他是牌真的太小了 還是更 所以像我們的Jason Quinn 同時是傳奇撲克的 甚至是代言人嘛 然後也是 那也是PARTY POKER的代言 我怕他肯定的 誒 我問張奇勒 我怕他肯定的 他肯定的 好 射手 我可以結束 你會結束 身上是好多的豹嗎? 豹 哇 是一身的豹 這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卡蒂爾出的一個系列 就出一個豹的系列 對 這很少看見老外穿的外套 這種外套 對 這 好 King Queen Suit 然後他現在後手總共是15.5個大馬 那 我覺得直接all in也不會說不好 那 可是如果open 扣all in我覺得算是比較邊緣 可是如果這個open 被all in的話 我會拿King Queen Suitley 我是會跟 15個BB 對 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直接all in 我覺得打氣牌率是更好吧 對啊 對 他這邊選擇推個all in 三十一萬四千級分牌 哇 撞到了 那這邊不幸運地撞到大馬的A圈 也是我們的Baycock win 那這邊我們看見Baycock的盈利是70% Pagorsky是30% 哈哈 像Baycock最大的亮點 就是他手上的那個 那隻手錶 那隻手錶 Yutra Miller的手錶 很多網友在問說 那手錶到底要多少錢 哈哈 大概 我沒有這麼懂啦 可能那隻錶大概可能有可能需要1000萬人民幣 是嗎 對 你說的是誰的錶 Bay嗎 對 但是他的那個錶又沒有閃又沒有鑽石 對 那有鑽石是那一個 有鑽石的話應該就該虧 可是那個錶基本上是600萬人民幣起跳 不好意思 OK Baycock又清掉了我們的Pagorsky 那我們現在賽場還剩18位玩家 我們看一下這個比賽在後面顯示是有9位玩家進入前圈 第一名是1100萬港幣的獎金 哦 對 昨天的短牌第一名是900多萬 然後因為這個人士比較多 一樣的白影 所以第一名突破了1000萬港幣 你要裝上Eric Siddell的Career Earning有開始打這些的 哈哈哈哈 應該有段距離 因為我昨天有看見Eric Siddell也跑過來來打這些比賽 對 他好像全世界暫時Career Earning排名是第三名 第三名 兩三千萬三千多萬美金 對 兩千三百萬美金 兩千三百萬美金 那困難的就是大家現在水平都有提高 那以前Eric Siddell他的水平應該遠遠領先 大多數在他桌上的玩家 對 那這邊我們看見Divorce在槍口位A3同花的牌 加注到4萬的積分牌 這邊Earning在大盲位拿到勾氣的牌 那一般玩家們在他的大盲位是會跟注的 那我看一下這個玩家的選擇 他選擇了跟注 那這裡發出來是K94 沒有人中任何隊子 那這邊Divorce暫時A-High是領先 去Divorce暫時A-60 先上去Divorce暫時A-NL 那這點他選擇 特急拼桌子 先上去Divorce暫時A-Sci-R 前後 他跟Divorce打的這個玩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之前我看過一個EPT,然後在喝酒有點喝醉的 然後邊打邊喝酒,然後喝得很醉 好像有點像他,但戴著眼鏡我也認不太出來 這些好客戶的玩家,很多時候他們有時候打一個一千兩千這種歐元買路的比賽 就開始在桌上亂喝酒,不停的喝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買路非常小,對他們來說無所謂 然後放輕鬆一下,然後他們覺得自己喝醉了的抑鬱也是比Field還高的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藍桌的積分排行表 這邊是Daniel D'Avarez,經過剛才River Bluff 現在忙住是48個大忙,95萬9千的積分排 那這邊Way Leung,46個大忙,Sam Greenwood 39,Chong Tong Seel是26,然後 Mathis Mbeng是16個大忙,也是我們桌上抽碼最短的 那現在忙住暫時是一萬兩萬,潛注是有兩萬 對,那其實現在潛注兩萬,因為以前在我們打比賽的時候 會有一個Anti嘛,那現在很多的比賽都改成潛注,就是由大忙支付 所以變成是小忙丟一個小忙,大忙是丟兩個大忙 那這樣子的一個遊戲的方式其實會增加很多比賽的速度啊 也不用擔心說誰忘了搜Anti 那現在還蠻流行這一種結構的,好像是從Postar開始啊 好像是從EPT發現的,好像從EPT發現的,第一次這種Beat Brian Anti 因為我們會碰到有時候就是Dealer沒有收好Anti 然後呢不知道誰少了一個或怎樣 而且非常花時間,就是每個人都要問一下Anti,Anti,Anti 尤其是像九人桌,對,然後呢有時候什麼75Anti還要找人 找籤,對,所以會很麻煩 那這邊就是當然就是,BigAnti會方便很多 但是也會讓比賽進行的更快 對,而且一個小時至少可以多打個三到五把 就差蠻多的,對 特別是短桌的時候 那這個潛注會 啊,令人感覺就是短碼的時候會更有壓力 好,我們這邊看到觀眾有聊到我們剛剛的那個手錶的問題 沒錯,那個Richard Young之前就是 是有帶鑽的 所以他代表說他是我們的忠實觀眾,從第一屆就有看 我覺得男孩子對這表方面都很有研究 對啊,我一無所知 我也沒有到很懂啊 可是就是有在看一些自己買的鞋 那個至於那種Richard Miller可能還有一小段距離吧 因為老外一般他們都很少帶這種很奇妙的這種表 對,那我們再看一下這些玩家走進賽場的畫面 那這是我們說的馬來幫 馬來幫,對 那這是漂亮的激州島的畫面,山山水水 其實在這藍底的設施其實都有 他自己在這個娛樂場裡面就有免稅店了 然後還有一個遊樂場可以玩 實際上是有兩個,它有一個是水上的 對 對,一個就是一般的遊樂場 那因為現在是冬天,暫時還沒有開 那這是傳奇撲克,為大家帶來的激州島超豪克社的系列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再繼續精彩的賽事 當一會 were,我們會然 等一下,我們變得非常 但當然我們來 我們的世界 其實我們的奇兵 是iciones 我們來看 我們 Cait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Franklin D. Roosevelt once said that happiness is not in the mere possession of money. It lies in the joy of achievement, in the thrill of creative effort, and of course, hitting one-outers on the river. Oh my gosh. 7.5 million pot. Biggest pot of the tournament. Playing for 1.26 million dollars. One-outer. You have 4% remaining going to the river. That's incredible. 这边我们看见是回到兰桌的现场,那这里呢,我们暂时桌上的Chipleta 是Seth Davies,大猫是57个。 接下来是Stanley Choi,然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Baye Waincock。 然后呢还有Ivan Liu,Jason Kuhn,Timothy Adams。 今天早上来做主播的时候,就是买咖啡嘛。 然后就看到那个Justin Bonomo,就很想不会跟他合照。 可是感觉他跟一个女生很专心地聊天,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冒犯。 她在泡妞,你还去打擾了一家吗? 没有,她们就在很正经地聊天,我觉得他们就是,就是,呃,他在私底下的时候就跟排桌一样。 这连聊天都很稳,就觉得也没有这种嘻嘻哈哈就很稳,就跟那个Steven Chewik一样。 就是很稳,之前也是。 你知道在PSPC的时候,休息时间一般都是10分钟15分钟。 她就在那里静坐。 对啊,然后我们一群国内的玩家都逃到那里去,他们就说,下次我们休息时候也静坐,我们排一圈。 对,我们五六个人就坐在那边静坐。 那他就是对这方面看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身体方面的就是锻炼,吃喝方面的管理都很重要。 对。 也是,所以她才是就是世界顶级玩家,不管是Banker方面管理的好,她自己也生活方面也管理的非常好。 那这里呢,我们看见在Cut-Off位,Cung Tung Su有加注到4万积分牌。 然后呢,De La Way的外量跟注了4万。 那这边,Ambian啊,在小盲位拿到一对9,也是非常不幸的拿到这一对9。 是啊。 因为她排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面对Cut-Off跟Button的玩家。 对。 她Owin了317000的积分牌。 呃,其实我觉得很多打扑克玩家不太知道手牌的强度大概多大。 其实一对9算是一个Top5%的Range。 对。 可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刚学打牌,我就问他,你觉得99大概多强? 他说大概,我觉得没有很强。 中卫那个样,对不对。 大概60%吧。 我说没有,99是15%。 对。 因为你想到99你会觉得,哦,上面还有诗诗勾勾勋圈圈什么的。 对。 对。 这9930个大盲打完都算是合理的。 然后这边,何况他只有16比比。 对。 这些都是一般你要就是数据懂,看得多才知道。 那当然这。 哦,又掉了一个玩家。 又掉了一个玩家。 对。 在这是长排里面,99是非常强的排力。 对。 对。 那这里我们开机的Mathis Ebbing出局。 那我们现在赛场,应该还剩18位玩家。 18位玩家刚好,三张桌子,应该会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观众朋友们说,比赛是怎么能参加呢? 国外的比赛,你一般到现场直接买路,就可以参加了。 那当然在这济州岛的比赛,这买路是50万港币。 对。 所以你有50万港币,到济州岛来就可以马上参加这个比赛了。 那当然就是全世界也有很多扑克比赛。 买路就是有时候1000港币的都有。 对。 那些奖机也不错,因为一般都有两三百个玩家会参加。 对。 那如果像每年的盛会WSOP, 它的一般的边赛的买路可能假设是1500块美金好了, 可是它的人数可能是3000人、4000人。 对。 那至少底池就非常大。 所以它每一场的边赛相当于都是澳门一个红龙杯以上的规模。 对。 它一般冠军是哪可以拿下45万美金的那个量。 差不多,差不多。 对。 那如果像是那种比较特殊,像Monster Steak, 或是一些比较, 它们的1500美金买入, 然后第一名的奖金是破100万美金的。 对。 还有那个CRAC888, 还是什么的, 它们就是报名费888, 第一名保证88888, 对。 这样就是你要打败非常多的人才可以赢下这样的一个冠军。 可是美国要缴那个税就比较。 对,就比较麻烦。 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Jason Kuhn跟Stanley Choi。 Highjack会Jason Kuhn是Queen Jack翻牌前做一个加注。 然后呢Stanley Choi选择Queen3再到盲位做了一个跟注。 那在这边Stanley Choi过牌给Jason Kuhn。 Jason Kuhn下了一个继续下注,拿下了底次。 好,这边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Seabank的策略。 像这种269啊, 呃, 这个JQ。 那当然这种第一个首先, 会有几个考虑Seabank, 不会只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Block可能是蛮干的。 那这张9, 其实是可以让他有一些机会成为后门顺啊, 的一些机会。 那自己本身又有两张高牌可以打。 所以其实像这种, 呃, 会考虑到转牌是否能持续下注的机会。 所以像有一张9好了, 所以只要转牌有10JQK, 然后他都可以继续打。 所以其实还蛮多牌可以继续打的。 对,就是我们说的后门outs。 对, 后门outs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你在, 所以玩一些童花连牌的好处。 虽然童花连牌跟没有童花牌, 其实他们最后胜率其实没有落差这么大。 可是, 童花牌你每个flop都可以, 差不多可以买后门花。 对, 其实都会让你有更多的进攻的本钱啦。 就因为如果你真的是, 因为你后门花你在tun的话, 你会有更多, 你可能会多9张牌可以让你继续打。 可是如果你没有后门花, 你可能在tun就熄火了。 那, 所以有时候连续打两发, 是一个比较容易收下底词的一个方法。 所以后门是站在一个, 有一个后门组合的一个牌, 其实蛮重要的。 只是大家可能不小心会忽略。 那, 我觉得像刚刚9对他来说, 算是蛮不错的牌这样。 嗯, 我们这边看见呢, 在cutoff位, 阿文6选择用K狗的牌夹住。 然后呢, Seth Davies在大盲位, 用A6统合的牌做了一个Defend。 那, 这里看见K12的面, 这边阿文6中了顶对。 那, Seth Davies过牌, 给了阿文下注。 下注一个三分之一。 对, 四万积分牌的。 在12万底词里面下注四万。 所以你看, Davies他Defend也是, 抵抗也是有一个后门花的机会, 然后又有一个高牌。 所以, 其实大家会发现, 其实这种高额玩家, 或是这些很多比较厉害玩家,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特性就是, 超年。 他不会随便就是, 不会随便盖牌的。 对, 他们有任何equity在这牌里面, 他们不会放弃。 对啊, 不然就是很黏黏到最后, 你River value bank, 我就转Bluff。 转投机这个也很麻烦。 那个比赛前圈是前九名, 现在暂时我们赛场上还有十七名玩家。 那个比赛前圈是前九名, 现在暂时我们赛场上还有十七名玩家。 好嘛。 那么是我应该 Comm September 2018. 这个移民 prophets, 哈哈哈哈。 好多喔。 好多给你们这�贡�ting。 可以好吗? 好条对! 这里很明明。 是! 这里都会ND sends我们 York海浙食 service 今天这一场的买轮是总共好像是81个 那我们现在剩下17位玩家 他们现在奖金圈出来了吗 他们奖金圈是在显示在后面的电视屏幕上 所以有时候我可以偷看到 但是暂时我们还没有那个奖金的分尺的表 对我们那个资料还没送过来主播台 好K8童话在Button 也是一个可以open的一个手牌 那这里我们看见Stanley Choi选择加注到45000的几分牌 那这里Jason Kroon拿到A3不同话的牌 那这里他做了一个跟注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A3 在小忙面对Button的时候不同话 有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要不要去做3-bet 还是用跟的又蛮不好的 然后用3-B就觉得自己有点小 所以这个A3如果在小忙 如果对手比较弱可能还是会选择3-B啦 可是我又觉得如果我连A3-B又会太平凡 我觉得没有很好打 对我觉得就是你在没有位置的优势下面 A3做个3-bet是会有点亏的 对我觉得他这边选择跟 就是一般的职业玩家他在这边都是跟的 对对对对除非有可能你面对一个非常激进的玩家 那你知道他在Button如果他的加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如果像一个I-16的话 对对对对 有可能你会做个3-bet 但是问题是你做个3-bet I-16对 要不要4-bet推你一脸 或者他給你看個翻牌後 像這一把是因為8大盲 我說這把如果大盲跟就是蠻OK這樣 可是如果是小盲 我是說小盲好像就不知道要不要3B 小盲有很多玩家會A3有可能就起牌了 對有可能就直接起牌 那這邊我們看見轉牌上 Jason Coon他中了頂隊 兩隊AA圈圈現在暫時 Stanley他是有C被這個flop 然後被S-high就是Defense跟住了 那因為這個flop他是有攻隊 所以Jason Coon選擇了用A-high做了一個call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有可能對方就直接放棄了 那A-high有可能在這邊還是領先的 那這裡呢我們看見轉牌 兩位玩家都有過牌 這邊Koon他會選擇做一個架子的下注 下注了85000 差不多半個底池 現在順利拿下底池 那這裡我們是外面的那一座 是有Brain Kenny跟Petrolingo Petrangelo 這好難唸我唸不準 Petrangelo Petrangelo 大鬍子 大鬍子 他在這邊呢 有推ALL IN 68萬積分牌 他應該手持的是AK 然後呢這杯Brain Kenny 他是一對K 非常Dominate 對方的排列 所以是Brain Kenny Double Up嗎 哇這是蠻大的一個Double Up 將近100萬的翻倍 看來他有可能把Petrangelo打出了局 哦對好像是 對 Trangelo有可能現在淘汰了這個比賽 我們應該還剩16位玩家 GG 哇所以他們這次將近是50個大忙的打完 這時候真的在後期撞到也是沒辦法 還記得去年的那個 RC Million的Final Table前的Bubble 剩下最後八名玩家 X-King跟Axis All In 然後 X-King跟Axis All In 一桌是四人桌 然後 那個X-King就是我 Final Table Final Table Final Table 最後拿到第八名 這非常重要 有時候就是最關鍵的時候 一定要運氣不錯 大鬍子還剩下 他還剩下幾片好像Anti的籌碼 對 這個關鍵時候真的撞到牌真的是很傷 這次在台灣的APT比賽我也是 在Day1的時候幾乎是全場的Chip Leader 然後後來就有一把牌 跟我是在Hijack跟小忙打完60個大忙 那時候我有120個大忙 打完60個大忙 然後 我是X-King 他是KK 對 那如果這一把像 因為其實 因為我位置算是比較厚 沒有在Hijack 那 如果是在UTG 可能狀況比較不一樣 因為 大家都會比較知道說 UTG你可以開比較緊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一半的那個 3B說嘛 就是 我3B的話是你認覺得一半 所以我在Hijack我開比較鬆 所以他3B我也比較鬆 所以我這邊X-King會跟他打完 所以我這邊X-King會跟他打完 可是如果是在UTG 我Open被3B的話 我X-King可能只會用梗的 我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多的4B回去 那這邊我們看見Petrangelo 在槍口位 只剩2000幾分牌的情況下 來了個ALL IN 那這邊CUTOFF SOYZA有左CALL 然後呢Brain Kenny大忙也有CALL 好 那SOYZA現在好像是這座 Tripleader有230萬的籌碼 那這裡轉牌 出來個GOLD Brain Kenny過牌給SOYZA 那我目前沒有看到底牌 可是現在 SOYZA要做第二次的持續的下注 好,Brain Kenny蓋牌 Brain Kenny是3條嗎? 還是99 喔,是1010 這是SOYZA的1010 SOYZA又清掉一名玩家 這就 breach的 你可以吧 3棒 那這個比賽現在是也不能買路了 他第一天就停止買路 那賽場上還剩17位玩家 一共是81首的買路 很相信明年的或是今年的 那個下一場的傳奇撲克 很快就要破百 破百的買路 這真的很不容易 一個這麼大比賽 有這麼多人參加 好,我們這一把 我們的 Backhawk 是 Miss 他只有一個7 High 所以在Ribble他不得不做一個 Bluff的下注 那我們Jason Quinn 只有一個 9一隊 第三大的隊伍 就是一隊的 蓋牌 那我背後要開牌了嗎? 哈哈哈哈 他叫你 他笑成一個 Bluff 就是我 我給你一個信號 哈哈哈哈 給他一個信號 哈哈哈哈 你給我一個信號 我給你一個信號 Hankman 好像也是第一次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其他戰 我在韓國之戰第一次看到他 是嗎 黑山有去參加過嗎 沒有 這是他第一次來參加傳奇撲克 那我有去查一下 他好像是丹麥第二名的玩家 對 但是呢 剩下的獎金好像300多萬美金 他在線上好像不錯 然後呢 如果你問別人的話 那人家會說他是全世界 現在德州鋪隔大概數一數二的玩家 非常厲害 那這邊我們看見Heklin 打了個all-in 二十萬九千 這邊徐亮我們中國的玩家 做了個call 他手持的是AA 那這邊 Heklin需要中個K或者圈 才可以拿下底子 不幸的淘汰出局 所以我們看見徐亮的 充碼量非常健康 對 十一個大碼 那King Queen也是一個必須要all-in的牌 那這桌只剩四位玩家 那很快應該就會拼到兩桌 你對這位徐亮的玩家熟悉嗎 他好像是近年開始有打一些高爾 沒有到常常碰過他 可是有打過幾次 就是算是中規中矩的玩家 對 也不太會犯什麼錯 他應該以前就是打現金的 然後專打金標賽 應該是應該是 因為有很多現金玩家 就覺得這金標賽挺好玩的 會開始打 那這邊我們看見 藍桌 又打了個all-in 在這邊 Hajack為 Davis他有做了一個跟注 然後呢 這邊Cutoff為 Jason Kun 拿到了圈圈 推了六十二萬七千的幾分牌 推了個all-in 這個是蠻多的三十一個比 可是在這種短人桌AQ 是有機會梗的 對 但是我們也看見 剛才開open的是Stanley Choi 那他現在就把他的底牌棄了 這邊難題留給了Seth Davies 他選擇call 那在這些比較後面的位置上 A圈是挺強的排力 所以Seth Davies會覺得比較難棄 特別是對著像 Jason Kun 這樣的職業牌手 他應該覺得會 有可能適應了先 那我們剛剛講到S-Queen S-Queen跟99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百分之前五的排力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 Tanley好像也蓋掉一張A 這邊分牌發出來是六五四 那這裡我們Davies還是需要追一張A 他的引力暫時是13% 轉牌來個四 他繼續需要一張A才能贏下底值 好我們Jason Kun翻倍 好我們Jason Kun翻倍 合牌是個二 這邊Jason Kun 他順利被 背為134萬9千級的排 然後呢這樣 Seth Davies應該是變成 這桌的短籌碼 Mission 喔喔喔 9-7 對 你去哪裡 這邊Stanley Troy 是被 挪到另外一桌了 他應該是到 舞台下面的那四人桌 現在瞬間掉了滿多玩家 對 現在忙著挺高的情況下 然後這也是兩天的比賽 當然就是我們會看見更多的Action 然後呢 在這個比賽的階段 也會有更多的ALL IN 他應該是很的 他應該是很激烈的 你知道嗎 你不想要他的 你也許會去到我嗎 對 我們也有很激烈的 所以我們也有很激烈的 他應該是很激烈的 都會是很激烈的 在高了 我們在高了的數字 我們高了很多 也會很激烈的 這就很激烈 我也是 我們我們歸到40萬 MegaBion Tournament 好,我們的Backhawk 來一個二五蘇體的Open Open 你們看,現在我們剛剛有看到Ivan Leo很瘋狂的拿4-6同花 直接O-in,然後翻倍 可是你看他翻倍後,籌碼健康之後 他其實就沒有在做一些特別奇怪的事情 對,他比較緊 可是大家也沒有看過他蓋了什麼牌 大家只看他開牌了4-6 所以大家對他的印象就覺得他很鬆 他很鬆他很鬆 可是其實他因為他做了調整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下一次可能就是有牌的 好,我們的Backhawk 現在有點尷尬 現在什麼都沒中 然後他試著搶下底次 只能持續做一個下注 不然就基本上這邊 已經是沒有什麼 可以贏取這次籌碼的機會了 所以這2-5同花算是打得非常的鬆啊 然後我們看轉排是一張9 然後現在有一個下面抽順的機會 那我們看見 Baycock Wan在這邊 繼續下注了 在21萬的底次下注了3分之1 在下注7萬5千積分牌 那這邊有很多玩家都是放棄了 但是我們有看見Baycock在這邊選擇 對,繼續 繼續下注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那David 我們剛才看到A-high都跟了 所以這邊綜藝對8 我猜他不會這麼容易的蓋掉 喔,蓋掉了 喔,這跟我猜的不一樣 我以為他會繼續跟 我會開牌 趕快要開牌 我覺得這兩位坐在這籃桌上的馬來西亞玩家 真的非常敢打 真的是很敢打 欸,你看 這麼大的比賽 就也是這麼大的比賽還敢這樣打 真的是 真的太帥了 因為剛才Seth Davis他是大盲位 對嗎 對 在這個面上 他中兩隊的可能性挺高的 對啊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Baycock 他幾乎沒有任何value的時候 也沒有買牌 對 繼續有5high 他就是不放棄啦 就是一定是不放棄的 對 那這邊我們看見Jason Quinn 暫時是這桌的 積分牌領先者 是67個大盲 然後呢 是Baycock 對 這一桌的籌碼 好像比較稍微少一點 稍微少一點 我覺得就是台下的那一桌 好像籌碼最多 大家都兩百多萬 對 大家來 現在參加我們直播間 這是50萬港幣買錄的長牌 肉人桌 是長牌 但是是短桌 對 對 你看一下Iran打的牌 就稍微正常了 所以他也是很聰明的 對 因為他也是就是 他其實也算是蠻有經驗 你看他非常有經驗 對 他打了蠻多比賽 因為說真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打 錦標上的玩家 OK我們一兩個月 去打一場比賽 但是他們有可能每天晚上 都在打牌 都在打牌 是一場比賽 他是一場比賽 大約二百多萬 以下 打牌 後一旦 是一個大部分 是一場比賽 大部分 一場比賽 一場比賽 奖強和 Link相關仍在可以來進入一個個位的高賽 似乎他上任何彈劾